这个影片我们还是介绍生物演化的理论 那我们说18世纪比较有系统的这个演化论 最具代表性的是拉马克的用镜废退说 还有达尔文的天泽说 这个影片我们要介绍的是达尔文的天泽说 关于达尔文的这个天泽说呢 我们要在讲他的天泽说之前 我们想要先介绍这个达尔文这个人 达尔文呢他家里一直都很希望他能够当医生 可是达尔文他自己对于当医生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达尔文他还喜欢读书 他呢对于地质学 还有对于这个自然界的动植物非常的有兴趣 他常常观察到自然界里面 有他没有看过的新的动物植物 他都会带着这个本子 带着笔很仔细的把这些动植物的特征画下来 所以练就了他这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力 达尔文呢他曾经跟着英国皇家的这个军舰小猎犬号 出海航行了五年 那在这五年当中呢 这个小猎犬号他们从英国出发 然后他们到了南美洲 到了加拉巴哥群岛 到了澳洲 到了非洲 最后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回到英国 那么在这个小猎犬号出海航行的这段期间呢 对达尔文来说 对于他提出演化论 非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么其中他在这个南美洲 我们这边提到的加拉巴哥群岛 他非常靠近南美洲 那把它放大来看呢 他是很多岛屿组成的这个群岛 在这个加拉巴哥群岛上面的观察 对达尔文提出演化论 田泽说是有很重要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加拉巴哥群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达尔文呢 他在这些加拉巴哥群岛上 他发现了观察到一些雀鸟 这些雀鸟呢 他们的体型大小 羽毛的颜色都非常的相似 但是因为我们说达尔文 他的观察力非常的敏锐 所以他注意到 在这些群岛上 这些鸟他们口慧 也就是他们的嘴巴的形状 是有所不同的 甚至他们会随着群岛中 不同的岛屿的不同 他们这些相似的鸟 他们嘴巴的形状会不一样 这边呢 有四张图片 第一种 这四个都是在加拉巴哥群岛上 看到的雀鸟 但他们的嘴巴的形状 显然不一样 我们这个编号一号的这种雀鸟 他的嘴巴 他的口慧呢 非常的 这个 坚固 粗粗 短短 他适合吃坚硬的种子 他可以把精英的种子咬碎 这个边号二号的这个雀鸟 他的这个口慧的形状呢 他适合吃比较小型的种子 那边号三号的这个雀鸟呢 他的口慧就比较薄 比较短 但是相对的尖尖的 他呢 既可以吃种子 也可以吃昆虫 那边号四号的这个雀鸟 他的口慧就变成细细的 尖尖的 他适合呢 从树洞中 或者从土壤中呢 把这个小虫 拉出来吃掉 所以他是适合吃昆虫的 达尔文呢 他就开始思考 这些雀鸟 他们的体型啦 羽毛啦 颜色都非常的相似 所以他认为 这些雀鸟 应该当初会有 共同的祖先 从共同的祖先 渐渐渐渐呢 才演变出 在不同的岛屿上 他们这个口慧的形状 是不一样的 但是到底是 为什么 这些这个鸟 他们的口慧的形状 最后会有所不同 这个呢 是达尔文他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呢 用这个 长颈鹿跟短颈鹿的例子 来解释这个达尔文 他所提出来的添泽说 我们先看左边 好 我们有另外一个影片 介绍拉马克的用镜沸对说 如果你对拉马克的用镜沸对说 不了解 你可以先去看 这个拉马克用镜沸对说的影片 那拉马克的用镜沸对说 他认为 如果我们以这个长颈鹿做例子 他认为 在以前的这个长颈鹿 他们的脖子 其实是比较短的 他们可以吃到比较矮的树叶 但是呢 当比较矮的树叶吃完 为了生存 他们呢 脖子会一直伸展 而且拉马克认为 这个后天的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 所以为了吃比较高的树叶 这个长颈鹿一带一带 遗传下来 他们的脖子就越来越长 那我们在拉马克的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也有提到说 那拉马克的用镜沸对说 后来呢 是被推翻的 是不成立的 那么同样用这个长颈鹿 短颈鹿做例子 达尔文他是怎么解释呢 达尔文他认为 地球上呢 一开始应该是 本来就有脖子比较长的长颈鹿 也有脖子比较短的短颈鹿 这个是同一种生物 他们的个别差异所造成的 同一种生物 他们会有不同的差异 不同的性状 比如说对长颈鹿来说 脖子长是一个性状 脖子短是一个性状 他们天生就有差异 那这个差异呢 他可能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 达尔文他只是观察到 这个个体有差异 那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 这个应该是基因突变 或者是在有性生殖的过程中 透过这个受精的现象 这个氢带 他们的遗传物质 基因是有机会重新组合的 所以他们的子带 有的遗传了这个长颈 脖子比较长的性状 有的遗传到脖子比较短的性状 这是个别差异的原因 当环境很适合的时候呢 不管长颈鹿还是短颈鹿 他们都有充足的食物可以吃 那生物存活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繁殖后代 所以当环境允许 环境适合的时候 物种呢 就会大量的繁殖后代 会过度繁殖 那过度繁殖之后 一定会造成生存竞争 对这些长颈鹿 短颈鹿来说 如果他们的数量太多 那么他们就会开始竞争食物 那如果这个长颈鹿 它可以吃高的树叶 也可以吃矮的树叶 但是对短颈鹿来说呢 它只能就吃到比较矮的树叶 所以当矮的树叶吃完之后 这个短颈鹿 它可能竞争不过长颈鹿 那他们呢 会在缺乏食物的状况下 可能最后呢就纷纷都饿死了 所以最后留下来的 就是脖子比较长的长颈鹿 那如果这些长颈鹿 他们本来就是因为 他们带有这样子的 这个遗传基因 使得他们的脖子比较长 那么长颈鹿跟长颈鹿 他们繁殖出来的后代 他们如果也带有长脖子的基因 他们的脖子 当然就一样是长的 所以我们说达尔文他认为生物同一个物种 个体本来就会有差异 经过了过度繁殖 生存竞争之后 那最后呢 一定是适者生存 适合能够适应环境的 个体他们才能够被保留下来 这个就是达尔文 他的天泽说最重要的中心思想 那么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达尔文的天泽说 是在演化论里面 我们最能够被接受 最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们呢 都还是接受达尔文的 这个天泽说的理论 用达尔文的天泽说 来解释生物的演化